数学界的毛老师 代码界的auditor 大家好 有一台VPS是非常方便的 对我们来讲 现在生活都需要一些自动化的处理 以及各种程序应用 VPS可以24小时开机 一年365天 一直运行 我们看一下 比较有名的这几个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这一期讲到 Bandwagon 中国叫做班瓦工 因为它这个音比较相似 如何注册 我们进来看一下 点这里VPS hosting 我们可以选最便宜的这款就可以了 实际的VPS 然后这里选择KVM KVM是相对一个独立的 画出来的VPS 它里面的CPU、内存、硬盘 都可以一般来讲都可以独享 下面这个OpenVS VDAD它这个是跟其他的BPS合用的一些CPU内存 以及所以说相对来讲性能更好一点 KVM 而且这个一款实际的硬盘 512兆的内存 500G的带宽 每个月带宽 一个英特尔CPU 1GB的网络 这款价格也比较合理 一年只要是一块9.9 我们就点这里就行了 订购这个 Order KVM 进入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 选择就选这个第一个 洛杉矶的 洛杉矶 DC2 DC2这个速度也快一点 这个非常好的 洛杉矶 对于亚洲客户 以及中国大陆的客户都很方便 这个速度都最快的 点这里 Add Chart Cart 好 这时候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继续 而且点如果你就买这一款的话 就可以直接直接Checkout 去付款了 这里填了一些基本信息 这里输入好你的信息以后 就可以选择付款方式 有PayPal Alipay Credit Card Alipay就是支付宝 我们对于我们大陆的客户来说 非常方便 你也选择支付宝 点 Complete Order 完成订单 过一会儿就到这个界面 我们就可以进行支付 支付有点PayNow 好 好 等一下 它弹出一个 支付付款的一个界面 这里扫描就可以付款 它已经自动换了成 把美元换成成密币了 好 就可以了 好 办法工的网站 可以在我的描述下方可以找到 好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给你提供帮助 再见 再见